感觉现在喉咙里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说不清楚哪里有明显的卡 但好像喉咙里那个粘度很大 这个时刻我看到一条黑椅 黑椅身上粘粘的东西在我喉咙那边 那条黑椅是什么情况呢 大概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家里不是买的还是不知人家送的 还不是拿起来有的黑椅就养在一个缸里面 这个水是用来喝的水放在那边 然后那个椅就挺大就放在里面 反正就感觉那个黑椅摸在手上粘糊糊的感觉 身上粘液现在就粘液粘液在喉咙这个地方 好多的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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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黑椅放在那个水上 说起来实际上挺大 从沉水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挺大的一条椅 但是对椅来说的话 对 从它以前的水肠比起的话太小了 太小了 现在那条椅就在 就在像在我的喉咙里面 左冲右拖的 在一块公子那里 一身它又带着粘液 所以我有时候会咳嗽嘛 所以黑椅就圈在里面 它的灵魂圈在喉咙里了 喉咙里圈在里面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就是左窗右拖的 那我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家里不应该帮你带到家里来 带到家里来 就不应该 因为在家里养了一段时间 空间太小了 对不起 不应该帮你帮到这么小的地方 一说一说好像那个粘液没那么大了 一口气出来了 一口气出来了 卡在这里好多粘液 你应该是在很广阔的地方才对 不应该把你放到一个小小的地方 对呀 他生活的地方应该是无边无际的地方 你应该在无边无际的地方才对 无边无际的地方 你自己找一个想待的地方就可以了 而不是圈在我们一个水干里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把你放回去 放到大的水沟里面 放到大的水沟里面 这个水沟呢 放冬也可以 放西也可以 放南也可以 放鬼也可以 四通八达的 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一听到满足 他愿望一把 砰一下子就从喉咙里跳出去了 一跳出去 有一个 把那些粘液都带走了 把喉咙的粘液都带走了 好 那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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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